在繁忙的生活中,基督徒如何坚持每天读经,灵修写笔记? Bible Study Fellowship, BSF,在台湾推行20余年,全台有8个班,12个卫星点,累计有2500人跟着读经团契的脚步建造属灵生命。 BSF的最高的宗旨呢,就是说我们要荣耀神,并且建造祂的子民,让神的这个门徒都能够成熟在属灵上。 借着深入的茶经跟应用在里面的真理,能够跟神产生一个很活泼的关系,并且愿意伟生做主的门徒。 BSF源起于美国,50年来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已经有1000多个茶经班, 目前台湾有8个班,白天班以家庭主妇和退休族群为主,晚上班以上班族和大学生为主, 读书一致的四重读经法和小组分享,建构出基督徒长大成熟的生命。 这个四重就是听说读写,你在这边听lecture之后,你回去还要写功课, 写完功课之后,下个礼拜来小组还要讨论,讨论完之后你还会带一份讲义回去, 完全就是cover那时候我们写的每一个问题。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非常聚焦在神的话,也就是其实题目就有很多的反应跟应用, 那小组长其实也有责任建立一个很安全值得信赖的环境, 所以姐妹其实他们在分享的时候是很自由的, 然后很敞开心的对焦在神的话语当中。 在BSF长久的训练就是规律的来插镜, 然后那其实我觉得它是帮助我自己转变的是从个性上变得比较成熟。 在带插镜的时候,我并不是那个对圣经知识最多的人, 然后那我可能也不是所谓灵命最高的那个人这样, 但是我可以让他们,让这些人可以好好的分享, 让他们可以分享自己对圣经的感动。 我们这一代,我觉得大家都很有想法, 大家都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, 但那些想法是不是正确, 是不是合乎神要我们做的, 是不是合乎圣经。 我想BSF帮助我厘清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。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, 就是在这边受了训练之后, 其实在服饰起来是蛮有力量的, 然后蛮喜乐的。 多年来BSF以英文茶经为主, 近年来发展中文教材, 也是全球唯一英文以外的不同语文版本。 20年间,在各地,世界各地, 参加BSF这个茶经班的华人, 虽然是英文的茶经班, 很多人要一边拿着字典, 一边来写题目, 可是华人的人数增加非常快, 比例也增加很高, 他们看见这个需要, 就决定投入很大的人力跟成本, 来把所有的东西翻译成中文。 随着中文般的开设, 台湾BSF近年来成长快速, 相信将有更多基督徒生命被更新, 而受完装备后, 回教会服饰将更有信心和能力, 上帝国度的版图也将不断被扩大。